现在教大家更换键热丝 首先把键热丝的两边的白色线 这个螺丝先拆掉 两端子都要拆掉 先把这个两端的这个自根螺丝卸下来 把这个拉出来把豆料都拉出来 另一端不要拆直接拉出来 然后把这个加热条的这个底板有个固定螺丝拆掉 这边也有一个野菜箱 就把这个封口布把它撕掉 这个都是接着性的 把它撕掉不要了 然后 现在这个内的搅拌手 把这个螺丝松开 注意松开就可以了 不要把它松出来 然后把这个电压丝把它拉出来 另一端也是一样的 直接把这个螺丝 内的角螺丝松开就可以了 不要把它松出来 然后把电压丝拉掉 这样就拆掉已经 电压丝已经拆掉了 现在就把新的电压丝装上去 把这个电压丝擦到这个槽里面 擦进去大概十个毫米差不多了 然后需要这个扳手再把这个螺丝紧紧 再挺紧的 注意一定要紧紧 这紧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也不能太够粒的 然后比一下 大概是这么长 把这个黄油的长度大概长个十个毫米 然后把它剪掉 大概十个毫米 这个长度长时个毫米 剪掉 然后也是擦进去 在这个槽里面 擦进去 然后用这个专用的 这个螺丝刀 它这里面有个槽 要把它擦进去 然后把它卷起来 在卷的时候稍微用点力 稍微用点力 然后把这个螺丝紧紧 你再紧的时候 这个左手这个螺丝刀 不能松紧 一定要紧紧的 然后紧紧 紧紧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多螺丝的 这个弯曲的 这个电压丝剪掉 也是不要了的 现在电压丝已经紧紧了 现在就把风口布 原先那个已经没用了 这个只要拆下来就没用了 用不上了 只要把新的风口布 装上去 我来用手把它抹平 然后剪除这个合适的长度 这个合适呢 大概是也是 10个毫米左右吧 比这个的长度长10个毫米 大概是10个毫米 然后把手抹平 用手把它抹平 然后再把它抹过去 注意 不要把它搞皱了 以为它一定要把它抹平 抹平整 然后再把它抹过来 一定要抹平整 然后把这个瓶子 这个把它剪开 这边也是一样 我来剪开 然后这样 把它往下折 然后这样 这边也是一样的 两边剪一个缺口 然后把它抹过去 封个布装完了 一定要注意 这个上面是很平整的 然后把这个底板 装回去 然后再把它抹平整 注意这个的方向是朝这个外面 不是朝这一边 是这个白线是朝自己这一边 不是朝这个不屑钢板这一边 方向不要搞错了 把紧紧稍微用点力不要太用力 然后 这个也是有黄线性的 两边的这个缩裂套先把它装回去 然后把这个自够螺丝又把它装起来 注意这个也是有黄线性的 这个压丝是打在这个不屑钢的上面 不要装缓 这个很容易装缓 这个螺丝不要太紧了 稍微松一点点 太紧了的话这些是不活动的 然后这个锅丝就装缓了 现在就把这个螺丝又装回去 这个也是有黄线性的 最好这条线是挨着这个脚上 这个线是挨着这个脚上 这个螺丝也稍微用得力就可以了 所以不是要太用力 这个线一定是朝这个脚上 是朝这个脚上 要不你躲在中间这里等下二式 你这个反应把它放不进去 夹一条放不进去 现在把这个夹一条放进去 就是这里 这里下面有个环块了 把这个锅里套放到这个环块里面 然后这样手拿动一下 看凝不凝活 如果凝活就已经完成了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